接受拜协会后面对媒体记者的发问 拜登再度称习近平独裁者 不过这一次拜登先替自己缓夹一下 常调一个是民主国家 一个是共产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 只是拜登称习近平独裁也不是第一次了 今年六月布林肯与习近平在北京会谈后 拜登就曾这么称呼习近平引起轩然大波 美方有关言论极其荒谬 极不负责严重违背基本事实 严重违背外交礼仪 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 是公开的政治挑衅 不仅是中国外交部方面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并且早在美国2020选举前 拜登在辩论会上更是第一次针对习近平进行评论 从选举前到执政期间 拜登多次在公众场合以负面言辞批评习近平 美中关系近年来因台海经济等议题经常交锋互不相让 再加上今年年初的间谍气球事件 更使两国更加教悟 在拜登执政三年内 白宫就积极发出寻求与中国缓和彼此气氛的讯后 好不容易拜席二会举行 把四小时的会谈才取得相关进展 如今恐怕又要因拜登的独裁说 使两国关系再度蒙上阴影 东西新闻国荣新综合报道